亲爱的地球人类家人们 六万年前的誓约该兑现了 珍惜把握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你该回家了 天界也到了高层大换班的时候 这是六万年以来 大宇宙第一次在人间风榜 而且 这次不是人死后其灵魂成就才行 而是人活着时带着其肉身风榜 风活人 所以这次风榜上全是肉身神圣先佛 因此当下各位家人要改变自己 性命双修 提升个人生命层次 提升自身正能量频率 净化自己身心灵魂 修好其肉身 这对当今人类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机缘和福分 如果自身能量频率低 正能量不足 就无法和宇宙同频共振 没有达到大宇宙所界定的标准要求 在大宇宙扬升转换能量时 就会被宇宙自动清除淘汰 一旦坠入到三恶道 就要在那里待上许多节 而且在另一个低频星球 要经历不断的生死轮回 再等待六万多年 才有可能被救度的机会 在此希望各位家人 一定要及时把握好 这次提升的机缘与福分 肉身成圣成佛 这等大好事如今赶上了 若不修行 不积累功德与资量 将会遗憾六万年 改变自己努力修行 万万不可再稀里糊涂混日子了 一旦学会了救自己 也要去救别人 自度度他 替天行道 醒人醒世 度人救世 一定要为自己积累丰厚的 功德福报与资量 因为上天要求 要成为神圣先佛 一定要为大宇宙服务 为地球人类做贡献 亲人 朋友 天下人 都是众生 要学会去救度 度人无需着想 外想皆是假象 把握好尺度 顺其自然 不可强迫 度人做到随缘而度 今生今世 带着大使命下界的很多人 通过努力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立下了无数功德 要知道 唯有成就别人 才能成就自己 其实自己积功累得的方法 非常简单 不像以前诸佛菩萨度众生 通讯不发达 需要吃苦受累 四处劳累奔走游说 致使传法度人很不方便 随着时代的改变 不再需要东奔西走去吃苦 现在只需我们自己动动手指 就能传递信息 知识 这种事小孩子都能做到的 我们成年人也一定能做到 所以当下就是利用互联网微信的快速辩解 在群或圈子里 不断传递上天传达的关于此次宇宙大阳声 第三次大开天辟地和回归本源的宇宙真相和知识 唤醒身边人觉醒 更多的救赎他们 擅长传法传道的家人 可以多传法以唤醒救度身边的更多人 不会传法度人的就动手传播 因为分享传播出去就是在唤醒众生 传法度人 你传递一遍就有一遍的功德 传递越多功德越大 甚至功德无量 因为这也是宇宙法则定律 多劳多得 不劳不得 种什么因得什么果 一份付出一份回报 一份功一份果 至于别人相不相信 看不看 接不接受你的这份爱 这不是谁能左右的 最起码你是真心为他着想 为他好 我们只需做到 抛弃自私自利 无私大爱 无私奉献 我们自身的正能量频率 只有靠自己去提升 我们要永托轮回 顺利扬升 成为圣贤之人 成为肉身神圣先佛 成为高智慧生命 这又靠我们自己付出努力 积累自己的功德 自己的元神 需要自己的肉身 再提的配合 才能与你的肉身合灵 上天和你的灵魂 需要你付出自己的心 尽心尽力 付诸行动 最起码让身边更多的人 有机会学习 掌握此次宇宙扬升 第三次开天霹地的知识 有及时了解 掌握重大讯息的机会 有觉醒自救 及时把握自身命运的机会 若此 不管怎样 你也问心无愧 心安理得 人在座 天在看 抬头三尺 有神明 行善 虽无人见 积德 自有天知 各位家人 请相信 所做 所付出的一切 根本不用担心 没有人不知道 就连我们每个人的 起心动念 上天 都是清楚的 因为起心动念 就会产生思维 而思维会产生记忆 所有的记忆 全部都会储存在 阿兰耶什储存库里 必定 每个世人 都在宇宙的掌控制下 与天地之间生死轮回 而每个灵魂投胎转世时 都携带有宇宙 所设置的DNA密码 您传递上天 传达的此次宇宙扬升 第三次开天辟地 和回归本源 相关重要与众真相 知识 是提升自己正能量 震动频率最快的 最高的 欢性众生 救度地球人类 是人类修行中 最大的功德 救人性命 脱离轮回苦海 能够顺利通过 此次宇宙扬升 第三次大开天辟地 其功德无量 因为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而且上天都会一一记录 行善无人见 积德有天知 唤醒众生 救度世人 是地球人类修行的大功德 兑现世约吧 你该回家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